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人生 赶快欢迎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嘉莲太平医疗网的吴希浦医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吴医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我觉得可能对现代人讲 重新设定概念的话题 叫做年长者 我觉得现在的年长者 应该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你觉得现在年长者的定义 大概从几岁算是年长者 OK 我们这样讲官方的年龄的年长 当然还是65岁 那65岁以后你可以退休 你可以拿政府的一些福利 Medicare 政府的照顾 医疗的照顾 实际上你去仔细看 以前我们认为60几岁已经是一个长者了 那现在这个60几岁还是活跃得很厉害 都是在跳舞啊唱歌啊这些 那真正的你觉得比较年纪大了 可能真的要到80岁以后 你觉得真的是 比较真的所谓长者了 因为我之前也听过一个说法是 其实现在60岁叫做中年 因为现在普遍年龄都能够约活的约长了 大概就可以活到大概就像您讲的八九十岁 甚至常常到百岁都不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了 您觉得为什么现在的人可以真的越活越长了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医疗系统的改变是在有关系 以前我们我不知道你以前你会觉得你没事会去看医生吗 一边是生病的时候 那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有样 特别在美国的华人已经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就是说当我没有生病的时候 我每年都要去医生那边做年度体检 也就是说医生会在开始帮你预防科尔医学 也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前 我把你的那个危险因素可以降低下来 这样的话你发生中风啊 心肌梗塞的这个概率就会低 也就是说人的收入会延长 对 大家注重的保养了 不过我觉得巫医师讲的对 可能真的就因为预防医学越来越进步了 所以让人能够更容易的 或者我们的整个的医疗体系也更先进了 我们的药物这个发明也能够更有未来性了 所以很多的病症都已经不是一个致命的 而且早早发现能够提早治愈或者改善的 对不对 不过我们今天要聊这所谓的年长者 其实我们就从65岁开始聊吧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65岁面临的就是 我要退休了 那当然也就开始步入慢慢的 走入年长者的这个生活中 那在这个过程中 在身体的健康上 有哪些真的必须要注意的 因为如果不注意好 很可能到了年长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比较重大的疾病 对 那我们首先看那个 在美国第一死亡率是心脏病 对 那心脏病有很多危险因素 我们所说的心脏病 那主要的就是高血压 糖尿病 OK 高胆固醇 那除了这以外 还有就是抽烟 OK 不运动 不健康饮食 肥胖 OK 还有就是睡眠不充足 还有就是紧张 高度紧张 OK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会 最终会导致心血管的疾病 OK 也就是说中风啊 心肌梗塞 所以当你把前面所说的那些危险因素 能够把它降到最低的时候 那你发病率就会 要么就不发病 要么就延后 OK 这样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人的寿命会延长 那从这个角度 比如说另外第二个发生死亡 第二大的原因是癌症 那这个也是 当然现在是在不断地研究癌症 还没有完全解决 但是至少可以正去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这样的话也是 那这就是为什么你到家庭科医生那边 到医生那边做年度体检的话 医生都会在这些方面都会帮你来 特别注意到 特别注意到 对对对 所以对东方人的体质跟西方人的体质 会不会有不同 在所谓的年纪的这个健康上面 一定会有 那不同的种族 它的哪些东西比较容易发病 那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糖尿病在亚裔很多 高血啊 你在非洲一的美国人里面 就百分比就很高 像高血压在总的来说 百分之三十 就是三分之一的人都会有高血压 所以说当你过了五十岁 你的年龄不再是往上 往高峰起而是往下坡走的时候 你应该开始找医生 然后开始看看你有没有开始 早期可以发现你有没有糖尿病啊 高血压啊 或者胆固醇的问题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症状的 OK 所以说大多数情况下你是没有症状的 即使你就到医生那边去充血了 去量血啊 你才会知道 哦我有高血啊 哦我有糖尿病 胆固醇很高 这些对 所以其实刚刚三昭物医师讲的生活的习惯 对年长者的整个健康的维护 就是蛮重要的了 那饮食咧 有没有年长的朋友们就说 可能就是当你讲身体的机能开始往下坡的时候 我们在饮食上面 因为对华人来讲 吃是最重要的事 对不对 那我们在饮食上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跟注意 所以不管是饮食也好 运动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长期的坚持 你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你的血压血糖 对啊 还有胆固醇 但是另外你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 你刚才所问的这个 食物 那食物第一 就是我们鼓励是多吃水果和蔬菜 OK 那多吃这个骨类 无骨杂粮 OK 这是我们希望多吃的这个 少盐少糖 对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饱和脂肪酸要少 什么是饱和脂肪酸呢 就是动物身上的产物 动物身上的肉啊 肥肉啊 这些都是饱和脂肪酸 我们希望是降低 然后不饱和脂肪酸 我们希望增加 那不饱和脂肪酸 那是什么呢 比如说橄榄油啊 OK 烧菜用橄榄油啊 或者花生油啊 或者玉米油啊 或者葵花籽啊 这些 OK 那另外就是说 你要增加你的蛋白质 蛋白质又不是肉 希望是鱼肉啊 OK 鸡肉啊 而不是我们叫红肉 红肉比如说 白肉 对白肉 不是什么牛肉啊 牛肉啊 猪肉啦 之类的 对对对 OK 那另外就是 你要就是要多喝水 嗯 百两喝水 嗯 然后就像你说的 少糖 少盐 少油 少盐 对对对 因为盐对血压 身高是有 一定的影响力的 对对对对 运动呢 运动当然我们希望 年长者 特别我们现在讲的是 年长者 我们希望运动 保持一个运动的话 长期运动的话 对你的心血管疾病 是有帮助的 OK 但是年长者的运动 需要有一些注意 第一我们叫 不要做得太多 或者做得太快 OK 也就是说 你要开始运动 要慢慢慢慢 增加你的强度 然后呢 尽你的体力 不要做得太强 就是说 中度的运动 是比较好 OK 那我们一般鼓励 就是说 一个星期 你最好是每天运动 每次不要 差不多30分钟左右 OK 那但是如果你是 太强的运动 比如说举重 或者仰卧举重 那个要特别身体 那这个不适合老年人 对 不是一般人 也许有一些 真的比较强壮的年长者 他可以平常就练的 那就OK 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例外是有的 对吧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 最基本面的 下个礼拜 我们再来深入一点聊聊 其实对于 现在的年长者 到底还有什么 真的必须要注意 自身维护跟保养的地方 好 谢谢吴医师 谢谢观众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众